哈喽 说宝宝们好久不见呀 真的很久没有给你们做视频分享了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怀孕 我现在已经有30多周人 我再熬两个多月 两个月就可以解脱了 可以生孩子了 好开心 可能是二胎吧 就觉得这个怀孕的过程还是挺漫长的 总算熬过去了 已经孕晚期了 我也看到很多宝宝们给我发私信 让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孕期的 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之类的 所以我今天把我吃的营养品都收集起来 给你们做一个分享视频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该买什么营养品 就会有点迷茫 按照我二胎妈妈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也不会有错的 也是我第一胎吃的一些营养品 首先就是这个 应该大家都知道 这是叶酸 这叶酸是从备孕开始就可以吃 我第一胎就是儿子的时候 我是吃到补养期结束吧 叶酸一定要吃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DHA DHA是我是从三个月开始吃的 这个是很重要 可以让宝宝的蛋挞发育的比较好 DHA必须要吃 维他门D 这个是只要你发现你抽筋了 你就一定要吃 我这次呢 大概在四个多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抽筋 然后我就跟医生讲了 医生让我就是检查一下 就是我身上的维生素D够不够 理查特别低 然后医生就说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维他门D得吃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说 天天在那个太阳底下 坐两个小时 像我一样 怕晒悉的女妈 肯定就是也不愿意 在太阳底下待两个小时 所以一定要补充维他门D 这样的话 你的晚上不会抽筋 因为我第一胎的时候 老抽筋 第一 你自己抽筋 我就觉得苦 觉得好疼好疼 快八个月了 我就没有这种抽筋的现象 因为我及时补充了维他门D 我买了这种 孕产奶粉之后 我是从五六个月开始补充的 然后这个是非常 这个学的方便 你出去啊 或者是感觉点饿的 你就及时补充一下 然后这里面也有 医生菌啊 乳白蛋白粉 还有铁 叶酸啊 DSA 里面的营养品挺多的 感觉也挺不错的 就是每天冲一杯喝 味道也很香 我再可以补充一下 孕妇奶粉 在怀孕过程中 常见的就是孕妇便秘 我真的是孕妇便秘 折磨死我了 很难受 又不敢使劲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头疼 这个不知道大家就不知道 就是叫 如果糖口服液 也是一袋一袋的 特别便秘的时候 你就吃一个 然后大概两三个小时 效果非常的好 还有这个 这也是我之前在一胎的时候 在小红薯做到的 效果不是特别快 但是慢慢吃了也是调节肠味的 这两个 你们有没有就是 大概五六个月开始以后 就是有那种烧心的感觉 然后必须要吃个雪糕 或者喝个冰的 才能缓解 所以我也是搜了一下 小红薯 满了 这个 香果味的 然后里面很多 太好糖呀 嗯 然后 消心气候 它味道也很好 然后吃完 几分钟就有那种 缓解 烧心反胃 都不是一个反酸的 缓解 饭就都挺好 这些都是 我给你们推荐的 所以我吃就不会有错了 还有 一副奶粉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给你看看我肚子 肚子好大 想让我分享的 可以给我发资讯 或者给我评论 然后我也会给你们做分享时评的 好了 我就说到这里吧 拜拜